受我家的铁粉的邀请来到了他的私人小院做调 受这个水域宽度与深度的影响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2米7的杆子 然后1.0的主线 0.6的紫线 然后我的浮漂的吃钱量是1.8 开始浮漂啊 浮漂已经快达到我理想的末术了 然后我再稍微修剪它一下 当浮漂下船的时候 已经站立了 我们要把水线压下去 才能看到标准的末术 我想钓的是6末 我们一起数压是不是6末 1 2 3 4 5 6 刚刚好是6末 好了 先打点9米 因为我用的杆子比较短 所以打的位置也比较短 这里比较受限制嘛 长杆子的话跑不过去 OK 我们的末底已经打完了 先开一下耳料 四人定制量杯 一半耳料 再加一点小药啊 蜜质小药 小药跟水一定要给它过均匀 耳料水 快速的五指张开 快速的把耳料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放在这 让它醒一会儿啊 我们的浮漂已经调好了 耳料也醒了一会儿了 我们要打一下啊 一点都不能浪费 轻轻的给它团一下啊 不要静团把耳给打死了 OK 开始 我开的这款耳料是可辣可搓 因为前期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小鱼 然后先用一下拉耳 如果有小鱼弄握的话 我们再用搓耳啊 完美灰头